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精彩继续 尽管这仅仅发生在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之前 在更高维度的领域当中 现实是非常当下的 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将某些东西保存 它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没有任何的依附 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念和想法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 我们不保留的东西存在就不会 当我们重新开始的时候 每一瞬间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我们可以随时选择任何一个事情 并且单单去创造和体验到这一点 这个状态时来时往 但这是让我们得以生活在更高维度领域的一个锻炼 当它发生时 它可以感到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此外有时我们既不在这也不在那 那是因为我们在两个维度之间 二十 一种方向错乱的感觉 不知道你在哪里 一种无法再心觉自己所在地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 我要去哪里 或者我应该做什么呢 你是否曾经与宇宙有过这样的对话 能量的转换让你从旧槽中打出去了 你是在不同的现实之间 你已经很多带走不该的东西成功的留下 并为一个非常新的空间 但你还没有完全和新的空间整合 二十一 身份的丧失 你看着镜子有一种奇怪的断理感 因为你不再认起你曾经熟悉的形象 你感觉几乎出体了 一旦发生这种现象 它就不会结束 你已经释放这么多我 你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你的身体载具也已经不再有那种依附或者关联 当开始更多的与你的灵魂或高我连接 你很多时候就不在你的身体 你可能仍然可以用你的声音来沟通和使用你身体的其他方面 但你正在慢慢开始消失 释放人的形式 此外 你已经清除了大部分的旧模式 表示成了更多的光 而自己有了一个更简单 更纯净化 神圣的你 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你是问题的没有 22.感觉出体 与上述相同的解释 身体是最后赶上的 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处于更高维度的一 但居住在我们的身体之外 我们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到达那个一个一个 23.看到和听到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连接到不同的维度 许多人常常看到他们眼角有东西出现 或者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听到某些声音 这都是常见的 当我们通过隧道和链接更高维度的时候 许多人也可能有耳鸣来 这也是正常的 根据您的敏感程度以及你链接的方式 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经历 许多人也看到了水泡和震动斑点的颜色 24.感觉要疯了 感觉某种疾病正在形成 我们正在快速体验到几个维度 它们非常的开放 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接触 我们只是不习惯而已 你的意识已经提高 你的障碍也已经消失了 你会成功的 因为你最终会感觉到那种 有过从未的回家的感觉 因为家就在当下 就在这里 25.无法容忍三次元频率的一切 不能够容忍三维世界的这种文件的行动中 这反映在对话 态度 社会结构 治疗方式等等 它们让你在内心里面感到很不舒服 当我们开始到达更高的领域 和处在更高的振动频率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已经不在于旧的 外部三维世界保持一致 通过对旧模式的严重不满 我们正在被推动向前迈进 创造新的世界 另外 你可能会喜欢待在家里 或者只是一个人 因为外界的许多东西 都不再和你的高频率所匹配 这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化经验 在外部的直预期之前 我们是前进 这就像在你有一个 冰死经验之后需要回到过去 随着扬升过程的继续 回到低的维度 以人感觉不太良好 也不会坚持多长时间 因为要降低我们的频率 去强迫生态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6.感觉自己懒 你不想做任何事情 你在休息的阶段 重新启动企业 你的身体知道它需要什么 在这段时间 你可能会觉得 失去了你的激情和喜悦 不知道在世界上 你想和你有什么的生活关系 而你也真的不在乎 当我们的能量 重新校对的时候 这个阶段就会发生 在更高的层次上 许多也是在重新调整当中 所有东西都被放到 他们该放到的地方 所以当你再次前进时 所有的事情都将准备好 27.渴望回家 好像一切都结束了 你不再属于这里 我们基本上完成了 我们的轮回 包括提高地球的频率 超越临界的目标 通过自身去地 提升那些很深 很厚重的能量的工作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样做了 也许只想离开这里 远离这种经历 接下来肯定是 神圣事件的发生 而这并不像 第一阶段的遥远 28.朋友 活动 习惯 工作和住宅的突然变化 在更高的领域当中 其中一个最基础 和最普遍的经验 就是吸引力法则 例如能量会吸引 类似的能量 这也涉及到维度层级 我们将永远遇上 和我们的频率振动 相匹配的东西 随着我们的振动频率 越来越高 这种现象会被 越来越放大 也成为我们现实 和存在的基本核心之一 通过扬升的过程 我们不断超越 以往的发展 因此不再符合 我们振动的人和环境 就会离开我们的空间 这有时可能会 发生相当大的事件 或者纯粹一个小小的期望 就导致我们 不能像过去那样 和那样 和他们有关系 29.绝对不能做 某些事情了 你绝对做不了 一些违背本心的事 当你尝试做一般的 日常活动和活动时 感觉很糟糕 与上述相同 你不再适合 旧有的模式了 因为你的灵魂 现在是走向 更高震动的生活 活在当下 和创造的时候了 30.在凌晨2点到4点 之间醒来 时间概念在发生改变 在你的梦当中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你不能长时间在那里 需要休息 这也是清洗和释放时间 当我们在半夜醒来时 我们不仅意识层次被提高 而且创作能力也被增强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将想法转化为 现实的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而这种挑战是需要去意识到 我们正在想的 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 相反许多人只是默认地 让他们的想法从他们流出 而创造出不是真正自己 所期盼的现实 一个更有用的计划 是享受提高的创造力 并告诉自己 在这个加强了意识层次 和创造力的这个时期 你将会被激化 并且充满激情 然后等待被结果惊讶到 31.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提升 明亮的光线 人群 噪音 食物 电视 其他人类的声音 和各种其他的刺激比 不能容忍的 你很容易感觉喘不过气 变得容易受到任何 请你确信这最终会过去的 您将能够跳出 并控制您想要体验的 32.嗡嗡声或耳朵的响声 这不是耳鸣 由于你当前所经历的事情的结果 另一件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的耳朵将进一步改变 你们中的某些人会一直地听到响声 请把它作为一个振动印记 它只是意味着你的振动频率 与一个新的 非常接近您的另一个现实 交互得非常的和谐 简单来说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当中 这些变化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感觉来解释 而且出现的时候不知从何而来 且没有任何理由 我们的身体感觉解释所有变化 会有共同的特征 有些却有差异 而这种困难是因为 我们受到如此多的日常日常 如此多的编程 所以无论什么不平常的事情 出现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都会担心 当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时 我们会有一个学习的驱动力 想知道它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以及如何摆脱它 以便我们能再次重新摆脱 我们会开始意识到 即使是所谓的正常 也在变化当中 确实可能再也不会有所谓的正常现象 但是所有这些信息中要记住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摆脱恐惧 寻求您的高我的建议和保证 您始终得到支持和无条件的爱 好了 关于灵魂升华身体的表现 就全部介绍完了 你是否有着其中的表现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